流年冠入宫太阳化祭表明在这一年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工作狂 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 你可能会感到对工作或事业过于执着 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工作变动大压力也大 也表自己与上司及事业伙伴间的人际关系不佳 流年冠入宫化祭冲的就是流年的夫妻宫 会为了工作导致你在夫妻关系方面疏于经营 或者夫妻之间的聚少离多 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 感谢您观看本集节目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吴明老师想为大家说明一下 用当年流年天冠化祭 来论述每个人在命盘十二宫的运势预测的基本原则 2023年就常有同学会留言询问老师 请问老师,2023年 贪婪化祭在命盘十二宫的运势预测的影片 贪婪化祭是指本命、大县、还是流年的宫位呢? 吴明老师在此提醒各位同学 由于我们要预测的是流年的运势分析 因此主要以流年天冠化祭在流年命盘的各宫为主要的关注点 举例来说 2024年是假成年 那么在命盘的成位就是当年的流年命宫 卯位就是流年的兄弟宫 以此类推 因此我们就以2024年假成年的太阳化祭在流年的命盘十二宫的运势分析为主 来预测2024年假成年大家的运势 当然 紫微斗数中的命盘是不断变化的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因此 除了流年盘的十二宫外 也可能影响到大线盘的某一宫以及本命盘的某一宫 这样就会产生了迭宫的效应 如果要采用迭宫的方式来分析流年的运势 则属于紫微斗数论命的高阶技巧 所以吴明老师每年的流年天冠化祭在命盘十二宫的运势分析 主要专注于该年流年命盘的运势 如果觉得吉凶不够明确 大家可以进一步研究 迭宫道本命和大线公位的状况 这将有助于更精准的评估流年运势 而在之前发布的影片中 我们已经预测了2024年甲成年的整体流年运势 还没收看的同学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前去观看哦 而2024年为甲成年 甲之天干四化为 连针化鹿 破军化全 舞曲化科 太阳化鸡 而鸡为紫微斗数最大的凶项所在 而鹿拳科为缓冲剂的冲击 所以这一集是针对太阳化剂为主题 论述甲成年 每个人太阳星化剂在命盘十二宫 相对应运势进行分析与预测 太阳化剂在关鹿宫 流年关鹿宫太阳化剂 表明在这一年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工作狂 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 你可能会感到对工作或事业过于执着 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工作变动大压力也大 也表自己与上司及事业伙伴间的能际关系不佳 流年关鹿宫化剂冲的就是流年的夫妻宫 会为了工作导致你在夫妻关系方面疏于经营或者夫妻之间的聚少离多 特别要注意如又缝迁移宫或田宅宫多记城破 配偶容易有严重的意外风险 男命如太阳化剂又缝到了桃花星化剂 比如贪婪剂或莲真剂 可能会引发不好的婚外情 格局差者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婚姻造成负面的影响 关鹿宫同时也是子女宫的饥饿宫 因此要特别关注子女的健康状况跟情绪 特别是儿子的情况 此外关鹿宫也是财博宫之财博宫 太阳化剂表示资金之运用情形不佳 如又缝无曲化剂 资金容易周转不灵 要谨慎管理财务和投资的状况 而吴明老师很高兴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 紫薇斗数相关话题 甲成年每个人太阳化剂在命盘十二宫相对应的运势 我们就先预测到此 下一集我们来聊聊甲成年各主星在流年命宫 成位的整体运势预测 如大家还有甲成年太阳星化剂在命盘十二宫的 相对运势有相关的问题 请留言让吴明老师知道 诚挚地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接收我们所有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也请点个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此外欢迎大家多加使用超级感谢的赞助功能 给予我们实质上的支持 这对于吴明老师的创作是非常大的鼓励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扫描QR Code 加入吴明老师专属LINE群组或FB社团 这样您就可以更深入的参与我们的社团讨论 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 再会 最后吴明的师傅说 紫围斗树命盘是立体空间的动态命盘 犹如天上的星星一样 会转动及变换位置 除了本命盘命宫是不会变动之外 每隔十年你的大线就会转入下一个大线命宫 每一年也会有相对应的流年命宫 这三张命盘共同构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公位组合 这就是所谓的紫围斗树蝶宫的状况 而蝶宫论命是属于紫围斗树较高阶的论命手法 如果再搭配流月命宫 流日命宫的分析 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因此要准确的预测运势 已必须深入了解各公位的特性 以及主星搭配的格局状况 而蝶宫论命的绝窍在于 不要见数不见零 也许流年运势不佳 依旧要回归参看大线运势与本命盘的结构是好是坏 如果你的本命盘格局相对稳定 流年运势不佳只会影响一年 大线运势的不佳也只会影响十年 只要找出运势好的那一年 努力充斥 全力以赴 依旧可以反转运势不佳的状况哦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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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